作为芒果的王牌综艺,《浪姐》开播三季以来始终是热度与争议齐飞。 整体来说,《芒果》已经在这个领域做到了天花板水准,但从细节来说,观众们总能挑出选曲、编曲、服装、剪辑等方面的毛病。 尽管二季度的综艺市场百花齐放,但《浪姐4》依然风头强劲,仅仅是一个官宣主题曲《MV》就引发了全网热议,阵容、主题曲、站位、服装等都是网友们关注的焦点。 在《浪姐4》官宣之前,节目组就已经录制完毕了一宫,33位姐姐被分为了三个五人组,三个四人组以及三个两人组,网传现代组拿到了五人组的第一,陈佳化组拿到了四人组的第一,卢靖山组拿到了两人组的第一。 《浪姐4》二宫将于5月4日录制,早于官宣的首播时间5月5日,目前网上已经曝光了二宫的分组和选曲, 一宫的五人淘汰名单以及个人喜爱度前三也被曝光。 相较于一宫,二宫的分组多了三人组阵型,五人组、四人组、三人组以及二人组都是两个团队,共有八个舞台。 五人组方面,卢靖山、陈一涵、曲颖、孙悦和汪小敏将唱跳大热音文歌《Gavitating》,可能某些观众不熟悉歌名,但听到旋律一定会恍然大悟。 芒果为了拿这首歌的版权应该花费了不少。 刘希军、美伊里牙、蔡少芬、李彩化和李沙明子组的选曲是告五人的《带我去找夜生活》。 这首歌也出现在了《天赐的声音》四首期节目中,云文文和王林凯的合作被剑音团提挺有技术瑕疵,王林凯与剑音团的护腔引发了巨大争议。 五人组的对决中,笔者更看好刘希军组能获胜,毕竟这一组的人气略胜一筹,而且舞台氛围应该会很嗨,可能也会有很多与现场观众的互动,这无疑是非常加分的。 四人组方面,陈佳化、吴倩、贾静文和邱慈炫将纯唱周华健的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,一首经典的温馨曼歌。 谢娜、曾可妮、吴优和吉娜将唱跳面纱,是张艺比较出圈的作品。 技艺功的龙拳后,谢娜将带队继续挑战高难度唱跳。 值得一提的是,《浪姐》不是第一次选择张艺兴的作品,《浪姐》一选过莲,《浪姐3》选过《梦不落语林》,两次操作都引发过较大争议,但芒果貌似依然偏爱张艺兴。 这一组的PK,陈佳化组的人气明显更高,陈佳化、贾静文、邱慈炫三人都是《浪姐4》阵容中的热门姐姐,但高难度唱跳在前三季《浪姐》中向来很吃香,胜负悬念很大, 可能是二宫分差最小的一组对决。 三人组方面,张嘉尼、徐怀玉和赵丽娜组的选取是周杰伦的迷迭香, 宫林娜、刘亚瑟和芝福的选取是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。 这一组的对决中,张嘉尼组明显胜算更大,因为人气更高, 而且迷迭香的国民度也更广,一宫舞台滑水而口碑下跌的徐怀玉, 需要在二宫舞台证明自己的实力配得上人气。 两人组方面,黄丽玲和朱朱将合唱杨乃文的《我离开我自己》, 刘亦云和谢欣将合唱陈丽的从头,两位原唱都亮相过声声不息宝岛记, 不得不让人怀疑芒果顺手敲定了版权。 如果从舞台质量看的话,黄丽玲组的Vocal应该会更强, 但如果从人气方面讲的话,刘亦云组明显优势更明显, 两人组的对决同样看点十足。 一宫录制完毕后,五人淘汰名单一度沉迷, 陈冰、王嘉宇、谢欣、唐伯虎、凯丽、陈一涵、 许晶韵都曾出现在网报淘汰名单中。 如今随着二宫分组曝光, 浪姐四一轮游的五位姐姐已经不是秘密, 他们分别是王嘉宇、陈冰、唐伯虎、凯丽和许晶韵。 这五人中,王嘉宇堪称小透明,一轮游是意料之中, 陈冰虽然略微可惜, 但参加完《中国好声音》后曝光度跟不上, 人气始终是短板。 凯丽虽然在某音平台辟谣过一轮游, 但含糊其词,最终结果可能会被打脸, 她与唐伯虎这样国民度不高的外籍艺人, 注定是炮灰。 至于许晶韵, 她的人气在网传淘汰的五人中, 应该算是最高的, 但目前的爆料应该属实, 因为同位英皇选送的姐姐, 刘亚瑟得到了同公司的霍问锡, 谢霆锋, 荣佐, 慧英红, 蔡卓妍, 钟心童, 任达华, 李克勤, 古剧姬, 陈伟廷等大咖们的集体视频打扣, 但许晶韵得到的只是表情包打CLA, 这样的区别对待可能和许晶韵的议论有有关。 除了二公分组选取以及一公的淘汰名单外, 还有被公认是真瓜主的网友曝光了观众最关心的一个点, 那就是一公个人喜爱度的前三名分别是刘亦云, 陈佳化和谢娜。 如果爆料属实, 那么这个排名一点也不意外。 对于只关注内娱的观众来说, 可能不太熟悉刘亦云这个名字, 但她曾是韩国顶级女团FX成员之一, 当时就已经积累了超高的人气。 偶像团体出道的成员, 粉丝的战斗力都非常高, 尤其是在浪姐, 这类成名艺人进演综艺中需要现场观众投票, 无论是规避节目组对观众的筛选, 还是买黄牛票进场, 粉丝们一定不遗余力。 陈佳化不用多说, 身为亚洲女子天团SHE的议员, 她不仅有着超高国民度, 人气在浪姐4阵容中同样数一数二, 而且也备受节目组重视, 在主题曲MV中站在明显的C位, 她是浪姐4年度冠军的大热门, 甚至超过孙岳、徐怀玉、贾靖文、谢娜等人。 谢娜加盟浪姐4的争议不少, 但为了她而追这一季的观众同样很多, 话题女王和综艺女王的人气可不是吹出来的。 去年以主持人身份在浪姐三小时牛刀后, 今年在浪姐4前两次公演中都是唱跳, 火力全开, 最终高位成团没有悬念。 浪姐4即将于5月5日, 也就是本周五周播, 出舞台恢复了第一季时经典的打分和排名设置, 开播及爆款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, 高开高走应该也不是问题。 对于魏波鲜火的浪姐4, 你会为了哪位姐姐而追呢? 作为内娱天花板, 每隔一段时间, 芒果台就会上线一档炸裂综艺, 比方说披荆斩棘, 乘风破浪, 其中浪姐的热度最高。 虽然距离第三季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, 但仍有不少观众沉浸其中, 难以自拔, 顶流王心灵的人气更是一路狂飙。 随着声声不息的震撼开播, 没过多久就传出了浪姐4的相关路透, 其实早在4月初的时候就不停地霸榜热搜, 光是参演嘉宾就传出了数十种不同的版本, 但多半以上都是营销号断章取义。 首先就是外界对主持人的质疑, 号称第四季浪姐的主持人更换成了李湘, 为了蹭取一定的热度, 甚至还说李湘抢占了谢娜一姐的位置, 殊不知谢娜这次是以选手的身份参加节目录制, 无形当中, 也算是狠狠地营销号的脸。 正当全网观众讨论饱岛季时, 芒果台趁热打铁, 很快就开启了录制阶段, 据网友透露截止到目前为止, 节目组已经结束了一工的录制, 至于参赛姐姐们, 比前三季更国际化在原有的基础上, 邀请了很多在国际上都非常有知名度的女艺人。 毫不夸张地说, 外籍女艺人的加持, 就是本季节目质量上的一个保障, 分别有邱慈炫, 刘亦云, 织布里莎, 美伊里牙, 以及国际钢琴家朗朗的妻子吉娜, 爱丽丝等人, 他们五人在国内都有相当扎实的粉丝基础, 人气方面, 丝毫不逊色于前三季的选手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姐姐们的出舞台成绩被曝光后, 瞬间引起了全网的热议, 虽然这个成绩说明不了任何问题, 但可以侧面看出30位姐姐人气的高低, 其中有四位女艺人, 持续霸榜路透内容, 首先就是黑马层可妮,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 既是歌手也是演员, 最早在东方卫视的励志节目加油, 美少女正式出道, 后续参演过多部影视作品, 只可惜一直都是作品火, 人不火, 如果这次没来参加, 乘风破旺似很多观众, 甚至都不知道华语乐坛当中, 还有这么一位有实力派女唱将, 在出舞台的成绩名单中, 曾可妮的舞台成绩并不乐观, 只取得了忠厚的排名, 不至于吊车尾, 但跟其他姐姐, 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 对此, 很多歌迷都表示, 以曾可妮的综合实力来看, 她的排名不会这么靠后, 事实也确实如此, 曾可妮充满变十度的嗓音, 开口第一句就能吊打很多女艺人, 能够引起这么多粉丝, 为她鸣不平, 足以见得曾可妮在歌迷心中的地位有多高了, 值得一提的是曾可妮还在第三代浪姐, 朱洁静的上海歌舞团工作过, 要知道, 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艺人, 都是实打实的舞蹈天花板, 这次参演《乘风破浪4》还没等正片播出, 就被观众称之为是浪姐四分的舞蹈担当, 不出所料的话, 曾可妮会跟朱洁静, 唐诗义一样, 成为所有姐姐争抢的一个对象, 不论是颜值还是业务能力, 都属于非常耀眼的存在, 舞台表演不拉垮的话, 很有可能成为本季的一大黑马。